因为你有爱 所以我们存在 因为你有爱 人生少开怀 因为你有爱 所以我们存在 因为你有爱 人生少开怀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们 准时收看《音乐有爱》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非常开心 请到两位表演艺术家来谈谈 他们最近要参加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别的演唱会 轰动演唱会的二部曲 我们请到的是 萧百合以及蔡易德 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 小杨你好 文远你好 很荣幸又再度来到《音乐有爱》 有一个人说话大声 万事都真正 没有一个人 仍在世间 告话无人听 啊 世间的 世间的 世间的营名人 为此就是命 为此就是命 啊 世间的 世间的营名人 月琪老师 要不要跟我们来谈一谈 你对于布袋戏音乐 为什么会这么有感情 这应该算是我们全台湾人 共同的童年记忆 对 因为我跟你一样 小时候中午下课以后 赶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看布袋戏 是 然后如果还要回学校上课的话 是看完才回去 回去以后一定被罚站 因为会晚了一点 对 会晚一点点 真的 那个时候实在是太轰动了 大概有97%以上的收视率 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看 对 而且那时候因为只有三台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节目 真的是太吸睛了 是 所以也有这样子的姻缘 让您去办这个音乐会 到了二部曲了 对 跟我们来聊聊这么轰动 因为第一次的轰动演唱会演完之后 我们又接受了花莲的邀请 连续去了两年 那我想在接下来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巨马的改变 然后所以在这次的轰动的二部曲叫《斗力》 就因为全部都是歌王歌后 互相在尬歌 然后在尬戏 不偶在尬戏 所以说取了这个名字叫《斗力》 这是黄大师 黄老师取的名字 就觉得还蛮贴切的 那就是希望说能够在这样的架构之下 让这个里面的这个内容 能够有所不一样 那这一次除了我跟小杨是原班人马以外 其他的歌手都坏了 今天有义德加入阵容 是 感恩 义德跟我们谈谈好不好 参加这一次这个《斗力演唱会》 这个《斗力演唱会》我是第一次参加 是 又兴奋又开心 因为很少像 一般我们唱歌都介绍歌手就直接唱 可是这剧中有布袋戏 这是我们小时候像我也是一样 哦 布袋戏看 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怎么做 是 是 是 一定要把布袋戏看完以后 才再去忙自己的想要做事 是 是 然后现在这个像这种《斗力演唱会》 跟一般我们去演唱的活动不太一样 它是有一个末尔 是 那个歌中剧啊 还有剧情 再加上我们演唱的歌曲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尝试 是 是 是 可以说我把它取叫布袋戏歌剧 布袋戏歌剧 对 我们现在讲说很多的文化创意产业 其实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很多不同的艺术 它做一个新的一个结合 对 让大家有一个好像 我没有看过这种表演 可是我很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是 不过很特别就是说 我相信这个跟你们一般歌手在参加音乐会 是不太一样的 不一样 因为它里面是有戏的 对 有剧情的 有剧情的 所以你们还要有角色扮演 对 角色扮演 并不是在唱英正阳或唱乐琪老师 或唱毕德 不是这样子 等于一个幕后的角色就是有一首歌来代表 是 不一样 跟一般的演唱会 那你们要怎么去揣摩呢 比如说杀手 这个酒家女的 他自己有非常内心的一些情感的部分 其实我们主要还是 主要是唱歌 代替那个木偶 再把它用音乐来圈 因为以前的布袋性 每一个人物出来的时候 它都有一个主题曲 对 对 就是说在那个人物还没出来的时候 黄君雄会先把那个口白先讲一遍 对 然后在那个人影还不太清楚的时候 音乐就直接下来 音乐就下来 对 然后就是一首歌 然后就看到那个布袋就这样出来演 那个气势不一样 是这样 久久之你歌曲一播的话 你就知道那个人要出来 你就知道那个木偶是谁 那你们出场也是这样出场吗 黄老师一段口白 然后一段音乐一下来 然后你们人就出来 对 对 对 然后他还是有配合那个多媒体 所以其实就要结合很多 声光 对 声光的效果 对 因为那个藕的大小 虽然是已经是比较大了 但是就是说我们整个演唱会的那个 范围还是太大 所以我们还是会用一个LED萤幕把它再放大 对 对 对 故随点 说不得是 revel 欢迎来 nap 情ív 祝富家安 人共土客兄 牌名路就要打拼 老五人討拼 啊 世甘的 世甘的牌名人 唯一都是命 唯一都是命 有一個人說話大聲 萬事都真人 無只人 人在世間 講話無人討拼 牌名人 就要打拼 老五人討拼 啊 世甘的 世甘的牌名人 唯一都是命 唯一都是命 不過你們兩位也真的很不容易 這歌壇上這麼長的時間 因為易德是第一次來我們節目 是 第一次 聽說你這樣子一開始出片的時候 是創作歌手 是 對 然後你這幾年 幾乎每年都自己再出一張專輯 真的不容易 可不可以談談你這整個的 這個學習音樂的過程 其實很多都無私自通 其實我從小時候 我不是音樂班嗎 因為我喜歡唱歌 然後小時候就 爸爸媽媽買了一個口風琴 然後就在那邊亂彈 然後後來才去找一些資料 那這樣就 我也無離無通 我就不知道怎麼 就無私就自通了 就會彈那些曲子 好像就是音感會特別 比較敏略一點 然後喜歡唱 會哼會唱就會彈 你還要自己創作 對 然後自己寫 然後那是後段 慢慢去看很多作家的作品 慢慢去學習 看歌是怎麼寫的 詞是怎麼才能答義 詞要答義 慢慢就 聽說你對樂器也是這樣子 就是都是靠自己練 從小然後越買越大 然後 越買越大什麼意思 就是本來是一個口風琴 後來就買了鋼琴 那鋼琴買了又買了電子琴 然後又買了什麼 沙克斯風又吹吹了 吹的東西 提示的東西 口琴 我都喜歡玩這些東西 其實你有好強 其實因為我腳的關係 動的東西比較少 沒辦法做 就是在家裡就吹吹 那個沙克斯風 彈彈琴就這樣 然後慢慢慢慢 因為我覺得是熟能生巧 熟能生巧 是 慢慢慢慢就會彈 會唱 然後就自彈自唱 就是至於愚人 開心 不過真的是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其實你們都是在唱出 自己的人生 藉著音樂 然後唱出自己心裡面的 很多很多的一些 人生的一些故事 不過我想請兩位來跟我們談談 就是我們在這個雲都大如蝦當中 看到很多人生的高 生命當中的高超跌跡 我相信你們也是如此的 就先請易德老師來跟我們談 因為您第一次來到我們節目裡面 對 您從小就身體肢體參照 聽說你有開過21次刀 我是動了21次的手術 那時候就是一直 爸爸媽媽一直想說 看能不能把腳 稍微那種嚴重的程度降低 然後就進了手術 往屋里屋頭就做了21次 然後後來還是沒辦法做 然後有一點比較嚴重 是左手本來是好的 後來在醫療過程中 因為當下我聽了很多什麼 什麼偏方 然後有一些什麼接骨師 可是都是沒有執照 就把左手給扯斷了 這是左手扯斷之後 對我的生活上其實造成很多的不變 是 包括一些左手需要用到的那種 彈琴也是一樣 剛剛人家彈琴的時候很不容易 就用單手 那左手就慢慢慢慢去試驗 然後去練習 所以後來21次的手術 動完了以後 腳也沒有辦法站起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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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有煙醉雲 王室好美財貸棄 萬順湯為一時 請买冬五球出擊 無論對沿著風景 沿著勇敢沿下去 客廚藍裡的勇氣 喝著醉後的生意 好想你也因為你自己肢體成長的關係 也有一段時間你很自卑是嗎 對 我想說什麼事都不能做 出門也不方便 上下樓梯也不方便 那後來我國中畢業之後 要上學也沒有人幫忙 然後我就買書自己在家念 然後什麼都不方便 覺得說我的命怎麼跟人家不太一樣 別人都是蹦蹦跳跳的 我怎麼會是在地上爬 我那時候都在地上爬 那時候沒有人 沒有人 他在地上爬了很久的時間 所以對自己好像沒有信心 然後就看到人就會有一點 就回縮 退縮 那你為什麼會突然之間就 真的就是去拒絕這個命運的安排 然後你就真的就是奮起 然後去做音樂這條路 而且真的是 其實我小時候自卑的時間很長 不見人的時間很長 到了差不多國小五六年級 媽媽跟我講了一句話 她說你如果繼續這樣下去 真的是殘廢 她希望我做一個殘而不會的人 不會的人 然後那時候她就鼓勵我說 你想做什麼或什麼東西 你適合做 你就去做 我支持你 那後來我就喜歡唱歌 我們鄉下的地方都有那種 歌唱比賽 菇碗瓢盆 就是得獎了以後 你三明年就有這些東西 那後來我就去參加比賽 我那時候唱的時候不是做的 你是坐在地板上 每次都有得獎 所以這樣一個信心 所以我覺得一個人的信心很重要 因為我唱的歌人家喜歡 那在幫我鼓掌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還有一件事可以做 是 我就去參加歌唱比賽 拿了很多獎品回來 媽媽就說你看 你看你唱歌 還是你看你什麼都不能做 誰說的 唱歌也可以 然後後來這個音樂帶給我一些信心 慢慢慢慢這樣子 然後才會走出來 好不容易 我回到街頭 萬順湯圍一世 請买十五個字旗 無論對君三風情 君也是勇敢君下去 貼著人的鄉 喝著醉後的心裡 兩位這個音樂的夢想都一直還在繼續持續的執行當中 真的是很不容易 小百合也是一直每年都是想挑戰自己 不管是出專輯也好 或是開演唱會也好 你都是一直在這條路上不斷地去實現你的夢想 打不死的蟑螂 你的履歷精神真的太可憐 我覺得就是做一件事情不要想太多 想做就往前走 因為你在原地遲疑太久 人家已經跑往前八幾步了 你還在原地在想 所以後來我覺得要做就做吧 失敗就失敗 你怎麼知道一定會失敗 你不做永遠都沒有成功的機會 所以你也是一個個性就是 你不害怕這些挫敗的 其實我是一個很優柔寡斷的人 對 那可能是因為這幾十年來一直在唱歌 本來是兩個人在唱歌 一直都意味著另外一個人 那當自己走出來以後很多事情都要靠自己來決定 才發現說 決定一件事情是相當難的 但是沒有任何人可以幫你的時候 你就是要必須靠自己 那也因為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碰到了很多的挫折 其實不是沒有打過退堂鼓 也是有 可是有時候看到一些勵志的文章 就會想說 對 人家都可以這樣子 為什麼你不行 你一定要讓自己就這樣停下來 所以我就想一想 我還是覺得 不管怎麼樣往前走就對了 不要想那麼多 所以就傻傻地往前走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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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小就在演布袋戏 好像也没做过其他什么事情 所以他其实终身的志业就在此地 所以我在想这样的演出刚好郑重下怀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就说服他了 因为他其实也很想把布袋戏 更精致化一点 然后传播到更多的地方去 他不希望就这样子让布袋戏 就好像永远都成为 只是一个少数人在看的东西 所以你这一次也很特别 请到你自己母校的合唱团来演出 是 你知道吗布袋戏歌曲 不只是我们歌手在唱 包括一些合唱团 都把布袋戏里面的歌曲 当成是一大段的很精彩的演出 那所以我这次 其实已经合作过一次 就是在我的个人演唱会里 华冈合唱团有帮我唱这么一段 布袋戏的搭配 除了当合音以外 他们还当这些 比如说开场序 很精彩 我想这个没有看到的人 他们一定很难想象 合唱团怎么唱布袋戏歌曲 他们不但唱 合声还要抄偶 还要抄偶 对 那这个华冈合唱团呢 是我念大学的时候 我念文化大学 那那个地方叫华冈 所以叫华冈合唱团 唱友呢 就是那时候跟我一起在学校 唱歌的这些同学 对 他们都 儿女都长大 事业都有成了 时间也比较多了 所以大家一招一招呼 全部又回来唱歌 我真的是觉得好感动 每次都好想去练唱 是 我们要非常谢谢 两位音乐家 来到节目当中来 也祝福你们的演唱会 非常地轰动 非常谢谢两位 感恩 谢谢 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 我们要非常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更要感谢的是潘导播 电台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因为有爱我们下次再聚 感恩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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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又是一轮唱蜜花 为什么你只是土耳唱蜜花 好比问我在那去安装 总是起出来心情归回望 粉红红色的游断 太陪惊温孤断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为什么我又是那种的生怀 为什么你这是那种的生怀 何必问我在来唱安座 总是唱出来心情他回望 今央生的幽端 何必听我都端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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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